小姐,你稍等一下 你不是李文貞小姐的朋友 你說要跟她在北方開港 怎麼會跑到這裡 我... 是我們找她來的 她是我們最好的朋友 想說找她來參加怎樣 幫助文貞會好健康 原來是這樣喔 來,去那邊說 爸,來 現在關心什麼情形 聽說大後來 劉佳佳要開家庭 宣布他要求你 洋室物流總經理的消息 大後來 你怎麼這麼找去找大位 他越快就越會出差 對我們就越有利 我差出來了 你快找律師 向換他拿出監管你收穫財產的事 你什麼啊 我... 你快點 你怎麼要消湯 想要盡管我你的財產 你把我跪在這裡又不夠 你還想要把我騷我的財產 整個都拱走 好,我懂這些 真是吃得不飲 你這樣好一件 被騙人消你 配給你了 這也不能怪你 要怪,就怪劉佳佳要太多錢了 好 當走貨幣留下痕跡 有一些禁錄 不是火就可以火掉的 以前我們現在的禁錄 一定可以讓他人去關 等到是工業的財產 和文職的財產 如果真的過他的名字 想要偷到回來 有很困難 我告訴你我不對 我一定要聽見劉佳佳的情人 不然我們不知道他還會做出 什麼上海的養食物料 還有我們理解的事情 不如 我們就先向檢調單位報案 跟他的依選法律途徑去調查 很快就會有散手 這樣就能找到 還是程康的情緒 這樣說也沒辦法 先把劉佳佳抓起來 要讓他繼續圍圍三座 上海更多人 要聽見劉佳佳的情緒 就一定要屬先有嫁回家的眼睛 文聖 你趴在哪兒走 既然要去記者會 這樣我當然也要加油聽從 讓他記者會更精采 我要在所有的記者會面前 跳破他的雙腳 我要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他就是一個十二不赦 無藥可救的大人家 因為加油的記者會在大後林 所以這兩天就是關鍵棋 文聖 你要生理 絕對不能讓劉佳佳和Kiru的知道 他沒有起笑 知道嗎 沒錯 如果是讓劉佳佳的知道 他一定會鼓起跳槍 才對你下手 是嗎 就跟所有的一切都手走 好 今天我們都已經怎樣 劉佳佳和Kiru的威靈了 如果這樣 我一定會更精采 夠 是是 你也一樣 要精采 千萬不能出任何的插槽 文聖 文聖 只要我們三人臨手 絕對有辦法成功 我相信把第一題店 也會保佩來 好 我們要加油 一定要堅強 我先倒茶缸 怕百度加油